勇戰的毛巾 你倒入贏 無謂 毛巾八十個毛巾產業 都涉及在我們的困難 尤其在我們的好壞 可以說是和毛巾的重鎮 一幾年 各個工部門的努力 尤其是我們縣長跟鎮長 和佳慎學員 就年以來 競加 對一部分競加共識 讓我們來品牌 邁向國際化 世界可以說是數一數二 名利的前馬 這也是我們的無謂之光 歡迎大家共產黨參與 我們所有的毛巾業者 各家都有提供 兩三千條的 要提供給遊客 夾娃娃 縣長真的很關心 他很關心我們 營運線人口老化的問題 那現在跟縣長發告 我們毛巾業 現在目前大多數都是三代同堂 那我們 福衛鎮 我們福衛鎮 人口也增加 這絕對跟我們毛巾產業的 發展 成長 絕對有關 對一人說 河北之 福衛鎮 這就是代表說 我們福衛的毛巾 以及品質 跟我們台灣全世界 銷售最好 品質是最好的 可以說 我們只要說 說到福衛 大家就想到毛巾 說到毛巾 大家就想到福衛 這就是透過 我們現在的地方 創生的方式 就是我們努力 要來結合的國分 但是今年 我們的毛巾 是特別不一樣的 我們結合就農資材 當然我們就是要照顧 我們全國的民眾 來看我們的農基 甚至要來提供到 我們的財產業 我們所有的毛巾業者 能夠受益 那也可以打響 我們雲林縣毛巾的名號 我們虎偉毛巾的名號 第七屆的毛巾節 即將要登場 在10月19號的晚上 6點半 在我們高鐵特定區 農基站旁邊 我想邀請我們所有 全國各地 所有的鄉親好朋友 一起來共襄盛舉 我們現在把毛巾 從傳統產業 到現在的創意創新 已經跟以往不一樣了 我手上拿的毛巾 也經過創意設計 如果結婚的時候 能夠送上這樣一對毛巾 可以說是喜氣洋洋 對新人來講 可以說是 給他們無限的祝福跟功課 我們現在毛巾創意 可以說是非常的廣泛 所以我在這裡 對我們毛巾業者 非常的遵從 他們能夠從傳統仔 產業走到現在 能夠發光發熱 而且還可以一代接一代 讓我們越在地越國際 我們品質絕對不屬於其他國家 我們絕對可以傲視全球 可以說出我們 府尾毛巾的驕傲 府尾毛巾節 讚